心中通道在6月30日正式通车 永东巴士在冠台APM站下午2点 将会同步启动首发专车 现在我在冠台APM永东巴士站点 中山市首发专车的现场 可以看到现场非常多媒体朋友 和我们的乘客一起出发 行心中通道去中山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很开心、很激动 很久没有回中山 现在终于可以回中山了 现在我想采访一下我们连总的什么心情 很开心、很兴奋 因为省很多时间 我去中山、去台山 最少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啊 没错啊 省一个小时啊 是啊 多么小时 现在是什么心情 紧张 紧张 因为没有兴奋 兴奋 一样的 因为没有试过乘客通过去巴士 回中山 试一试吧 我想问一下什么心情 很兴奋 而且很开心 公司有份参与这个活动 是的 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 一起坐永东巴士 中山线首发专车的街坊 轮舍 是非常开心 非常兴奋的 这里就是世界上最高的跨海大桥 它是继港珠澳大桥之后 又一项超级大工程 它就是心中大桥 要叫做心中通道 它总投资460亿 平均一公里就投资20亿 全长24公里 大桥是双向白车道 其中两座塑塔座高达270米 它是一座及桥 岛水下富通为一体的跨海大桥 都是目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一座跨海大桥 它都在深圳保安 西地中山岸门 原本深圳到中山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大桥径程之后 仅需要30分钟就可以到得了 香港去中山 走心中通道 究竟有多快? 今天我们的永东巴士带你一趟究竟 走啊 心中通道 我们来了